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个茶了 吃饭了 跟着大家一起玩 自己玩一玩吧 她都去的了 可这快乐无忧的日子却在半个月前 戛然而止 从和妻子初双入队 到被对方扫地出门 才不过短短两年的光景 但先生究竟是做了什么 才会惹得妻子如此动怒呢 他跟那个女的 我就是跟他好的来 谁都好不来 别的女的 就到别的女的去 李女士说 她和丈夫之所以会闹到如此田地 和一个女人息息相关 而且这个女人还是她们在退休之后的玩伴 两人如此堂而皇之地在一起 摆明了就是没把她放在眼里 今天她来到金牌调解 目的就是想让丈夫端正态度 回归家庭 那么女儿伴就是击碎这对花甲夫妻感情的罪魁祸首吗 当调解正式开始 面对火力全开的妻子 一生高过一生的质问是 李先生会如何应对 当离婚一词被两人频繁提起 我们的调解团队又能否化险为夷 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 被女玩伴撕裂的夫妻情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 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李女士和淡先生 我们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各自的诉求 我今天来调解就是 如果他能和好就和好 不和好就离婚 他改不了就离婚 要改什么呢 动不动就走啊 想到两句了就捡东西走 因为吵架引发的出走 对啊 就是我开不得口 淡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现在就是怕的 天天就是骂 骂的有理由 有缘由吗 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 原来吵架他都会逢孟女 自从跟着那个女的以后啊 从七月份到现在 疯你啊 这不可能的 我根本没有 这个事就是 我跟赌旧发誓 我都讲了 我真的从来不赌旧发誓的 我跟赌旧发誓 说不清吗 有理说不清 跟他就是 刚一落座 夫妻二人争执的焦点 就迅速集中在了一个女人身上 那么 对方究竟是何来头呢 李女士告诉我们 这一切还得从她和丈夫去年退休时说起 那时为了丰富退休后的晚年生活 他们共同加入了社区里的老年活动微信群 在那里 他们结交了一帮同龄友人 经常会结伴出游 以往夫妻二人都是共同行动的 直到去年七月 诞先生第一次单独行动 也就是在那一次 诞先生的表现 拉响了李女士内心的警报 去年七月份呢 我们这不是有个群吗 你们都在这个群里是吗 在群里面那些人都去网络说我可能去不了 我要带小孩 我大儿子生了三个小孩 如果我走 他们办的没事还要接送是吧 刚我就跟他说 要不你就去 我就让他去了 去了四天都没一个电话打回来 跟我就打个自明一下 我说你好开心啊 那你好啊 看就不要回来 你干嘛讲这句话呀 四天呐 生气了 是吧 对呀 你还可还是怎么样 我在这里玩的好爽啊 你在家里辛苦 带这么多小孩 讲这一句吧 他就告诉那个女的听 那个女的马上就打电话给我 大嫂啊 你要叫他出来玩 你又骂他呀 夫妻之间的事啊 我骂你两句 要告诉这个女的 我要给你补补一下 他是讲一半 前面不讲的了 这个出去玩 也是他邀请人家 他叫人家主持 明白 跟人家主持 就叫我带妈妈去 当时那个理工是不接来的吧 八十多岁妈妈不能带去 他说不去 赶紧怎么办呢 这定好了 你不去你老公要去 赶紧去吧 赶紧去吧 当时说了这个吧 所以这样你才去的 这样你 我要走 赶紧不高兴的 你这碰砸死不了 不要飞了 就跟我骂他 你这不是什么话的公司 他跟他说骂了 叫我死了 别回家 我就不理他了 当时 出了门以后 是因为不高兴 所以不往家打电话吗 我肯定懂了 当时这样我也 我也没接 他在手机里骂骂我 他不信心地骂我 他叫我们大家坐在一起 你还跟他手机 叫你为什么不飞了 我说他骂人 我飞什么 他就不讲了 为什么骂人 邀请的事情 邀请出来完的 然后老公出来 你为什么说了 就是很熟悉的 当时 在你心里能理解 为什么他会这么不高兴吗 明白不了 在你心里 你怎么玩又玩 就是在群里面 他们在玩的时候 打开群 你看 他们两个人来 不管在哪个位置 两个人都坐在一起 从来没有意思 拆开别人坐 无种摄影 为什么呢 在看着我这个群 那个其实我找从里去玩去了 我一个丙家 亲戚的一个女的 去陪着我吃饭 在看着那个群去了 知道吧 你说张冠你带了呀 对呀 面对妻子 劈头盖点的质问 但先生难以招架 可显然 仅凭李女士 所列举出的这些疑点 就给但先生 扣上对婚姻不忠的帽子 未免有些太过牵强 对于这一点 李女士 很快就进行了补充 他告诉我们 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他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 我生气是什么东西 每次出去玩 不是从这个女的出去 去吃了 还有一次 我带到那个小的 就抱到身上 还要背个包 他就跟那个女的 走到后面去 我说你怎么忍心呢 你跟他走在一起 你这些朋友都跟到老婆走在一起 你为什么不跟我走在一起 我这个事也跟他吵了 这个是之前就已经发生过的 对 因为我出去玩的时候 我眼睛已经看到他也真实了 这是一下聊天聊天一起 想发大家在一起 说说话 你说忘记了 我找人了 我也被人抱了 我也抱小孩了 有时候 两个人都犯罢了 但是可能就是一两分钟的事情 对对对 他就无助在一起 请追的 还是一两分钟 反正我讲 这个事情随便打打哪个朋友 还当时 大概三十年前 我们几个朋友 我们四对吧 那个人 他那个邻居 一个女的 当时叫他来了 那个女的 我跟不认识了吗 我就开玩笑 喝多少酒 你记得吗 你是我吧 我当时年纪生 我追过你了 我说这个话 他就不得了 干了三个月干了我 所以我有这个时间 当我的面 我说这个人不是傻瓜 开玩笑 再长那么多人 四对呀 就是你讲这个话呀 你能不能要长大 我漂亮 名字开玩笑 不 我不知道 单行 我不得不讲啊 的确你可能 确实是一句 开玩笑的话 活跃气氛嘛 对吧 大家都没有介意 谁也没当真 就他当真了 你想过为什么吗 我想过了 他在负我 我怎么在意 你的方法 你太差势了 我一直干什么 我们这个年纪 还是干嘛呢 我这么为家的人 给我压多大了 张婷试图告诉 但先生 或许正是因为 他当着妻子的面 无所顾忌地 和异性开玩笑 才让妻子 变得如此敏感多疑 可但先生对此 却不以为然 而也正是他这种 对妻子 满不在乎的态度 瞬间点燃了 李女士的怒火 让事态的发展 变得更加严重 刚刚晚上一直讲说 这个女的请我们吃饭 我说我不去 要求你去吧 然后她就去了 我说你又不要了 我打个电话给你 又拉那个女的接了 那叫死人的 果真我又打个电话 又是她接 说什么呢 我就犯了没事 又是她接 说什么呢 我就不记得了 我就好生气了 已经气到 记不得那个内容了 你怎么又拿电话 给人家接呢 我不想吃饭 说什么时候吃饭 我不接她电话 为什么知道我吃饭 你还不打电话 对不起 那我不得不说一句 因为第一次 你出去玩那次 她接了你老婆的电话 其实已经 那个语气不愉快了 如果换作别人的话 比如说换作 我一听 我知道她是不高兴的 那下次我肯定 不会去接你的电话 为什么对方 她也没有这个警醒呢 我已经不知道了 没这个事情了 我都骂了那个女的 还叫不小的 你憋着个人 就算人家感觉不到 你心里是清楚的 当对方要去 拿你的电话的时候 你没有阻止吗 当时那个男的 时候别人说 咋拿着了 我那个时候 人家都没拿出去 早上为什么不吃饭 大家刚刚醒醒 就咋你 如果是我的电话 在这里 男的接我的电话 你是不是感受的 没关系啊 没关系 这个电话 我马上就回来 我说我爸的 我不喝了 我就走了 我走回来 几个车子在家门口 他就看到我 我电动在那边下 然后我手一蹤 然后你要抓 就动手 自己睡地上 扎到我的胸 他就给我剥命 一个小时不放手 多项链 扎到了五个项链 朋友来 家里人来 就都不放 我儿子拉 都没有一个拉子做的 揪他的衣服是我揪的 揪了一遍 他就回头身上 我就捏我的手啊 我现在做事都不能做 这个手啊 我天天就是 用那个风发油啊 才能维持做事 我毕竟没办法 我怕他 我打一一一零的 给你救来 把这个男的 给你才放手 干嘛那天要闹成那样呢 那个就是不想过了 过得什么意思 我为这个家啊 跟他结婚呢 是一穷二百 全是我差老的这个家 就那天的情绪 已经无法控制了 是啊 我都想跳楼 跳河了 你看他皮肤拉你一下吧 从来不畏惧的 大先生 你们打完了以后 闹完了以后 回到家以后 我跟你讲啊 我现在就怕他 就不敢挨他 挨他就拨命 我躲起来 就那天你们打完了 然后后面你就躲出去了 这些人我一滚 我怕他 你也受不了了 是吗 我已经崩溃了 我这样子对他 一场恶斗之后 但先生非但没有积极地 去化解矛盾 反倒是躲起来了 躲去了哪呢 提起这事 李女士就气不打一处来 躲去里游了 不是同那个女的一举 就离了 他在外面玩了几天回来的 怎么不是躲跌呢 但先生所谓的躲 竟然是跟着那帮朋友 又出门旅游去了 而更让李女士 无法忍受的是 那位引发这次纷争的女士 居然也在其中 李女士除了伤心 更多的是出离的愤怒 而刚结束旅行的 但先生也终于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他火速删除了那位女士的微信 以表决心 只可惜 这一切似乎来得太晚了 我删了也有 你容金也有 不能提这个事 答应了不提 我就删了 删了这么久 还是一样的天天提 我别打你 我说你要我承认什么 我什么都给你承认 只要你不找 我给你做意我都可以 好不好 我爸你好不好 只要这家安心 安静静就可以了 删了也没有删除 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是吗 就是不太愉快 就是 我做什么都做的 比如 那个店主 我起来的时候 我移动了位置 这个椅子没放好 就骂你 就看 什么东西 没放这个位置 就是骂 这是为什么呀 李女士 我就是一想到她这个事 还过不去是吗 对呀 我就过不去 我这样在你家付出 直接上来女哥 就是你爸 哪个都好 以前我跟她骂了她了 她马上过来 对不起对不起 疯呀你 就够了吧 是吧 自从跟着那个女的以后 疯你 马上就回来骂你 那些人插问一句 她以前也是这样吗 一直这样的 用她的话来说 以前你还会哄哄她呀 那时候 小孩两三岁 老爸就老 跟我走的这么快 我没人带钱 我一做事 我一缝她过来 就是我一路 再留意她 几十年下来 所以你会哄她 不是因为你心里 多么在乎她 或者怕她难过 而是因为家得有人照顾 这肯定没什么不行的 没有办法 听起来很没有感情啊 我这个呢 讲一般的话 我也讲不出狗 狗然也不行 我也不是好为疯狠的 不要你挖那么一天 我再修对不 一个女个 一走这个 哎呀我好喜欢人啊 你给我挖过去是不 我就是去开玩笑吗 嘿 记得 话说到这个份上 李女士的心思 展露无遗 她想要的 不过是丈夫 也能对她 说说暖心的 提几话而已 可丈夫却偏偏 不肯让她如愿 李女士求而不得 便愈发 看丈夫不顺眼了 我现在她身上的味道 我都不能闻 厌恶了 对啊 怨气在李女士的心头 越疾越深 但先生这日子 过得可谓是苦不堪言 就在半个月前 仅仅是因为一个 这么大的小事 她就被妻子 赶出了家门 我被她赶出去 赶了我以后 还是我走的 已经想不起来 是因为什么被赶走的 就是打那个小村女吧 打小村女 谁不吃饭 又吓她了 吓她就吃饭 一天不吃饭 你吓她怕我 怕我就吃饭了 然后呢 我说你不喂饭 你就走啊 只有我关心 只有我关心 她就罢 她就走出去了 你是生气 只不过嘴上这么说说 还是真的要赶她走 是真的 王胜他这种 我爱富士大 他又不帮你 做一点什么东西 走了多少天 吃饭都晚了 就放到这里 就躲到里面玩手机了 走了多少天 都不走了半个月了 到现在都没回去啊 没有 事情这么小 很小的事情 每个天帮你走 赶你走 天天这样的 哪个数点 我跟你讲 我问同事 我的脾气是最好的 要是一般的男子 最少一百个都离掉了 所以就这个吧 是啊 我们现在就离啊 现在廖阿姨 李老师他们都在这里 我们就 心兵几个离 好吧 决定了离婚吗 决定了 淡先生呢 随便 就他高兴 没办法 我就就他高兴 淡先生的言语中 透着无奈 原本只是想 吐吐苦水的他 完全没有料到 妻子竟会顺势提出离婚 这究竟是李女士的 意识气化 还是她在认真思考后 做出的决定呢 看着眼下这对僵持的夫妻 张婷决定从外围突破 她提出 想要连线和二老 共同生活的儿子小旦 我们问一下孩子们 是什么意见 可以吧 我只说了 你两个人过不成就去理 小旦的电话即将接通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她将为我们提供一个 出人意料的信息 而在这个爆料之后 厂商的气氛 也顿时变得微妙起来 我们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好 耽误几分钟的时间 很快 你们觉得就一直以来 他们的夫妻的相处 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三天一小早 七天一大早 我爸是那种 有事没事他都要骂 但是从年纪的时候 比较喜欢我爸爸 比较宠我爸爸 什么都不让他做 但是年纪大的 想叫我爸爸帮他做一点事 他能就这样子阴影养满了 又做不来 也不会去做了 所以 你妈妈怎么会那么宠你爸爸呀 这么喜欢他呀 所以爸爸才说 就是明明他跟别人的相处 就是异性是很正常的 但是妈妈就会把这件事情 看得很严重 就是因为太在乎他了吗 太在乎了 就如果我们从妈妈的角度来看 他心里也挺苦的 因为他这么喜欢这个人 可是他又有那么多的不满 就这一点有什么 要劝劝妈妈的吗 你妈妈也提到了这一点 他说以前你爸爸还会让一让 哄一哄 现在就是好像不会了 会跟他对着来 他就特别受不了 因为到刚才二 就两人都不开心 最后都说出来了那句 就干脆离婚 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呢 为什么在你们看来 他们俩是离不了的 前段时间爸爸因为 移植出去了吗 对吧 他就在我家 我们两道房子离得很近的 他进入了这五分钟 明白 你们有劝爸爸 你回去吧 陪一下妈妈吧 有劝他吗 不要去 分开了 冷静一下也还好 聚在一起就吵得没完 分开了 妈妈心里又放不下 这样子 你能不能劝着我妈妈 就是皮肌稍微改一改 其实我爸爸 心里要是很大的 跟他说是这样的 比如说人家 骂你骂他好凶 明白明白 顶到了 爸爸还要加强一点什么 或者调整一点什么 就会更好 确实辛苦 好 谢谢你 谢谢 我们继续调 好 再见 好 再见 对 这是 你自己心里有这个意愿吗 比如说我也希望 我能够改一改这个脾气 我肯定想改啊 我不想骂他 都是他逼得下的吧 第二个我还想再问一下 大家都感觉到了 你真的很在乎他 能不能问一下 你们当初是自己 自由恋爱的还是 谁追的谁 他追我的 没办法 我喜欢这脾气吧 他为了我 可以死这个意思 那时候我家酒 那时候买衣服 都给我买 刚才没办法 我不太感动了 对你一片真心 对 到现在还是这样 他比你宝 我家里都知道 都提过这个事情 他这个性格 也有点有这个 我都讲过我 你儿子说了 他这么多年来 确实很宠你 对 这个不错 这点你怎么看他呢 我知道嘛 我其实都让他 我哪不让他呢 就是不要骂你 你不要骂他 明白 明白 这点儿子也说到了 儿子觉得你们 还是谁也离不开谁的 还是没必要走到 离婚那一步的 林尼师 你问他吗 我认为 一些东西就不认定的 我给你们两条路 比如说 接下来 希望老师们 给我们各自提提意见 我们改一改 好好的过日子 第二条路 我们就调怎么分开吧 把钱算清楚吧 那老师们 就朝这个方向努力 拿两张纸 你们自己写下来 张婷希望夫妻二人 能够把内心 真实的想法 写在纸上 那么这一次 被儿子断言 绝对离不开 丈夫的林女士 究竟会写下 怎样的内容呢 让我们一同揭晓答案 我们先看 林女士的答案 但先生 你看到这上面 什么字了吗 干得了 反面还有 果实是你一半 很矛盾 怎么看五 还跟五回正学就好了 你说看他 那我们就来看他的答案 来 看 条 你接受吗 他要留这个 刚才怎么说 几番挣扎之后 李女士总算是松了口 承认了自己 不愿意离婚的 真实想法 也让我们更加看清了 他那坚硬的外表之下 柔软而又脆弱的内心 此时观察员 许磊认为很有必要 替李女士把他藏在心里 却从未说出的话 给说出来 而也就是在他发言的时候 一向以强硬示人的李女士 卸下了心房 默默地流着眼泪 戴先生 这些年 他把你照顾得太好 太好之后呢 我有种感觉 很多时候 你都想做一个 像原来一样 轻轻一哄 做好一个甩手大掌柜 生活挺好的 可是这种状态 他能持续多久 他的工作量在持续地增加 原来他可能不用带孙子 原来可能不用接孩子 他就做做饭就行了 可现在不一样 大大小小 老老小小 三代都出来了 你知道还有多辛苦吗 我不知道你在心里 看到了这些美容 你表达过这些美容 你感谢过你的妻子 我可以说 他在支撑你这个家 我相信你的儿子 一定感受得到 可是你呢 你给了什么呢 你也得说软话 做软事 把你心里该说的爱 应该表达的感谢 也许平常说不出 但是我希望今天在现场 好好地去表达 回到家里面 处理问题 一定是把他的感受 放在第一位 其次 再是朋友的感受 再是你的感受 林女士 你把自己活成了保姆 你一直在付出 当你付出这么多 你是为了什么 让家里过得好了 你希望家里过得好 那你付出了 但一切就差那么一点 因为我脾气没控制好 这一切都成了不可能了 一直是争吵争吵 家只有能放松的这种状态 它才能留得住人 家成了一个战场 谁愿意在家里待着 你的刀子嘴 回了你一辈子的幸福 我跟你讲 因为你的潜心心 关注就是在家里 那家庭里面的一些 对大家来说很小的事情 在你来说 就是不可牢羞的事情 你应当有你的朋友 你的圈子 你要学会出去走走 跟同龄人去沟通 去了解 人家这个家庭 是怎么处理的 人家的关系圈子 是怎么做的 我也要出去玩一玩 我也要去爬爬山 我也要去跳跳舞 家庭不应当是你的全部 你又会说 我是孙子怎么办 儿子怎么办 你走出去了 他们就回来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 所有东西都是你在做 因为有你做 他们就依赖你做 一定要走出去 你锁住了自己 你也把这个家 关到牢笼里来了 林女士啊 你看看我 你有一个讨好心的模式 我想让所有人都需要我 我在需要里面 获得认可 所以我给到你的建议是 君其所有 不如投其所好 你要懂你的老公 他要什么 他不是要你洗衣做饭 简简单单的 这样的一件事 他更多的是 你要学会认可他 尊重他 你要学会示弱 你一直在示强 所以你老公有一句话说 都要听你的 真的这个家听谁的 实际上是听你老公的 谁能听你的 孩子的发言 也能够说得出来 我妈妈辛苦 同时我妈妈这个嘴不饶人 你的付出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评价 是因为你在这个婚姻里面 太卑微了 因为爱这个男人 我付出了我所有的青春 我付出了我所有结交朋友的时间 你在这个家庭 确实付出了很多 可是你想想 你照顾好你爱人了吗 没有 你这个爱人 他最大的需要的是 情绪价值 就是你和颜悦色地跟他说 我想要什么 我需要什么 我如何去做 而你表达了方式 反向操作 把他推出去 你跟我滚 我要跟你离婚 对方听出来了 既然你不想跟我过 那就不过呗 不过你也过不下去 因为你不能没有他 所以说 我们所谓的刀子嘴 豆腐心 其实泪在里面 是有一份需求 没有得到满足 他希望 我来说教的方式 要你听我的 但是这个方式有用吗 没有用吧 对啊 没有用我们 为什么还要坚持啊 你不累吗 对方不累吗 我们 你女士要成长的是 我要学会爱自己 我要学会 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同时 我要学会一致性的沟通 我怎么把自己的心理化 表达出来 让对方知道 我想要什么 戴先生 他不就是要你哄哄他 宠宠他 当他发脾气的时候 老婆 算了 今天打住 学会刹车 他抓着你不放 哎呀老婆 你这么爱我 那我怎么办 同时 解决冲突的时候 不是回避的方式 面对 我相信 你们这段婚姻 是可以向你们所愿 能够继续下去 王江告诉李女士 想要爱有所得 就要把需求正面地表达出来 而此时 调解员李金平 也打算通过一个小小的互动 来让李女士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李女士 你面前有杯水 你就用这杯水 让戴先生到你身边来 你怎么操作 我都不想跟他做法 他对我没有好感 没有好感 跟他有什么东西 谢谢 就这一杯水 你的操作 就揭示了 你为什么这些年 爱而不得 夫妻之间 结婚之前 男人一定是主动操作的 他所有的都很主动 但是结婚之后 女人就要负责 感情的后续互动 这样的话 才会让男人 真正地愿意守在你身边 那么你的操作 是什么东西 都给他送上去 衣服给你买好 活给你干好 饭给你做好 啥都给你送好了 你没有因为做这些 让他越觉得 应该靠近你 而是他站在原地 可以享受这一切 你看 你倒杯水过去 他说这了 谢谢 就完了 那你是真的 就要给他倒杯水吗 这杯水不是想让他 向你靠拢吗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试图闹情绪 找原因才是我们 解决问题之道 所以啊 如果你真的觉得 一个男人 特别是退休之后 如果他很想有自己的活动 或者他有自己的业练爱好 你爱的最终要有所得 那你还不如就把自己 也先给相对程度上 解放出来一点 我建议你还是放放手 你就陪他到处浪一下呗 先把自己的身泪 给解放出来 你的心就不会那么苦了 那么我们戴先生这边 你呢是被他这些年照顾 身是不累的 但你心也不想哭 哇 这生活谁都想要 但你别忘了 你的完美的生活 是因为他的身泪 给你铺垫出来 那么如果他身泪的时候 你最起码的底线 是不应该让他辛苦 要接纳他的情绪 谁做事谁有情绪 你做事你也有情绪 所以面对现实 做自己该做的 这个才是你应该有的态度 所以这个 进入密室 跟我们老师好聊聊 相互体谅 步调一致 这是李金平 给夫妻二人提出的建议 带着这样的指导思想 调解进入了密室环节 密室里 但先生告诉王江 正是因为对妻子的体谅 他才会选择 留在这段 令人疲惫的婚姻里 事实上心里吧 过得毫无累毫无累 但是我又放在冷 他就受不了 没办法 我还得比他 从这句话里面 我有两层含义的解读 第一个我觉得 你挺关心他的 还有一部分 有点小傲娇 他失去我 他没办法过 是有一部分在这里面 感觉吗 就是女人要哄 其实你会哄的 你能够在外面 社交圈还可以 你为什么不哄他 是因为你知道 他离不开你 还有一个 还不是这个 他主要是天天骂的 骂的你没有吸气风的 我刚刚说了 骂的后面 其实是有一份需求 我天天骂你 就证明我的这种情感需求 没有得到满足 你做一些事情 让他体现出来 你爱这个女人吧 不就减少了他这种 担心啊 害怕啊 安全感不够啊 我这个老弟也找犯 这个女人 没有事情不要去理这个事 有一点事没有 让你嘛 他其实也不是 就说明你的边界感 还是有问题的 有些该说的说 该做的做 所以应该有一点边界感 这个女人啊 她其实也是个 大大咧咧的人 她还跟你老婆打电话 他们关系很好的 原来是 正因为他们关系好 你不能下约他们 比他关系还要好 你懂吗 对于妻子能否改掉 坏脾气这一点 但先生显得有些信心不足 那么这一次 李女士能否下定决心 做出改变呢 我知道我脾气不好 我会骂人 那些老师 批评我 我都能接受 一个女人 经营会议一定要智慧 我教你一招 我是你 你是老公 你比如说 我今天累了一天 我很想跟我老公说 你抱抱我 这就是一般女人 都有这个感受 对吧 那我就坐这里 老公我这里疼 过来过来 我这里好疼 那我回来 给你垂几下 好 边垂着 哎呀老公 我这才享受到了 男人的爱 有老公 有你在身边 真好 学会夸张一个男人 胜过千年万语的抱怨 这是智慧吧 明天学学你 你这就说对了 李女士笑了 显然她已经领会到了 廖席玉的生活智慧 看样子 密室进行得很顺利 在两位老师 不遗余力的劝导下 夫妻二人的脸上 都一扫之前的阴云 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那么走出密室后 他们会以一个 怎样的姿态 来面对彼此呢 让我们一起 再来重新认识一些他们吧 密室现在已经结束了 回到场上以后 我们先看一下 两位当事人 现在是什么样的想法和决定 老婆 这边水是温暖的 代表了我的心 你这边辛苦了 姨儿不要骂人了 辛苦了 爱你 你把你拿 我刚以后 我也不会跟你这样增长了 脾气稍微改一点 赶紧去 赶紧去 谢谢各位老师 老师你们辛苦了 大家可以辛苦了 相伴四十年来的第一次拥抱 第一句我爱你 让整场都剑拔弩张的李女士 露出了少女般的娇羞 调解在一片温馆中 调解在一片温馨中结束了 而老两口新的生活 这才刚刚开个头 以后怎么过 两人都需要慢慢的做出改变 就在调解完的几天后 李女士向编导发来信息 她说 丈夫正在悄然的发生着变化 在这里 我们也希望李女士 今后能够多一些柔情 人到暮年 夫妻相伴 那份自得和快乐是宝贵的 能陪着一路走到现在的人 不容易 所以请珍惜这份不容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